在四月份做成一本月的 當時起院最近一萬人 參訪的第幾鄉宜龍村 阿拉伯的粉紅村 為第幾鄉帶來很多的觀光人條 以傳統為了安秀這個觀光的設斗 現在就在火季母的學校 特別來增加金漸貴 提早為每年的火鬼做準備 以農村純丁葉智鴻 也在今年在火季母手下 正在金漸貴 為啥苦來搭託新娘店 四月份我們家裡的人 發起木開得很漂亮 現在五月到六月 我現在阿拉伯的農村裡面 有把市財政半日燒跟全日燒 這種金漸貴 效果不錯 大家能夠在花期木底下賞金針 五月份、六月份 因為今年算盡情而已 開花後果 還沒說很漂亮 明年 明年的氣氛整個都走出來 歡迎大家 五月、六月 來花期木底下賞金針花 以農村純丁葉智鴻標時 火季母的火季有將近 還有多月的時間 它為了買起首代東 這個觀光列島 所以就在火季木手下賞金針花 為明年的火季來做準備 並且希望帶來更多的觀光列島 我經常到處在參加活動 或者在私底下跟一些地方的人接觸 大概你最常聽到的議員 大概在說 館長你怎麼認真 大概認真是一個公司 因為你認真 公務人員才會認真 老師才會認真 鄉親也才會認真 發現到一個館長這麼認真 替官列拚 我們也要認真 鄉下人比較內斂 比較含蓄 那實際上你從握手跟他對你的態度 你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對你是喜歡的 他是肯定你的 實際上鄉下人很難會用形容詞 去稱讚你什麼 從他的互動的肢體語言 跟他看到你那種高興的程度 我們都會感受得到 我認為嘉義人給我最大的感情 就是嘉義人變得越來越有信心 那再來就是對嘉義 開始有想像力有希望 那像這是這四五年來 我認為最大的改變 不管這個地方住了多少人 都可以在這邊安身立命 無號制真的很危險 對啊 無號制真的很危險 欸 水長 不是你 是他 行經無號制入口 要減速慢行 注意標誌標線 該停該讓不能馬虎 沒有標誌標線 少線到要讓多線到 無號制入口 依規定停讓 多多注意安全有保障 無號制也可以很安全喔